Hello,大家好,我是William,今天又到了Ask Byron環節 今天這位朋友叫Kami,她說如果一個男人是她前夫 為了追求夢想,拋棄了兩個兒子,拋棄了一個女人 那幫人有什麼意見可以給她呢? Kami,首先多謝你問題 其實你已經作出了一個決定,她是你的前夫 所以我相信你已經是搞定了這個想法 不如我這樣說,作為一個男人 我都離婚的,現在我有兩個女兒 但一個點就是我和我的前度離婚 不代表我們不理兩個女兒 我會見我女很多,我會帶她們去旅行 我們經常都見到 基本上我和她們的關係是很好的 作為一個男人或者作為父母,記住 如果你要分開也好 你要對你自己的小朋友盡回所有責任 你只不過和你的伴侶的關係不同 但是你倆都是這些小朋友的父母 我認識她的父母是沒有變的,我認識她們 我認識她們,我認識她們 我每天會打問她們 我怎麼說的呢?我姐姐姐妹 我爸爸有些事情想跟你說 她說什麼? 你要記住,爸爸很愛你 很感謝那天,送了兩個女兒給我 現在每次我見到她,我欺負她 現在我們經常會見面吃飯 放假去看電影 因為一個責任義務,take care 她 這個不是你想不想 這個是作為男人的責任 我可以同意你講 你把這個播放,這個影片 你分享給她 可以嗎?分享出去 其他朋友 如果你認同我所說的 記得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好,所以有些什麼問題 大家想我給少許意見 你可以在下面的訊息 又或者你把你的問題 傳到 support and branch up motivation.com 好,那我或者同事Villy 看到她就會把你的問題傳給我 好,所以大家別心機 我們下次再見 OK,bye